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和尚知道老和尚一直非常呵护用心的照看的这一盆兰花 他看见兰花茁壮的成长 让小和尚看小和尚当然不敢怠慢 小和尚每天给这盆兰花浇过水放在阳台上 然后出门办事 因为老和尚出去很多天 有一天突然江暴雨 狂风把兰花打翻砸烂 小和尚赶回来一看 这盆兰花残枝败叶 心里非常的痛心 他又害怕老和尚会责怪他 他非常的难过 等到老和尚回家 他把这个兰花的事情告诉了老和尚 并等着老和尚来责怪他 可老和尚什么话都没有说 小和尚感到很意外 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蓝花呀 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 我养蓝花不是为了生气的 简单的一句话 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我们工作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受气而去工作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生气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的不法挽回 我们不要去怨什么 也不要去后悔什么 只要懂得拥有的时候好好地珍惜 失去的时候坦然处之 无愧于自己的心就好了 很多人学博之后 看很多事情不顺眼 经常去生气 记住了 学博不是为了生气而来学博的 自卑容颜连花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不测 我是您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您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刻心